北京时间8月2号 在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三米版决赛中 中国队组和王宗元 龙道一获得冠军 在湖北奥提中心 王宗元的父母 教练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王宗元夺精后 母亲赵毅仍有些紧张和激动 赵毅说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 看到电视里儿子身上贴的膏药 更多的是心疼 看着他身上的伤 挺心疼的 对 很不容易 比赛中途 中国队分数一度落后 战略第二 赵毅成 当时确实有一些紧张 但是相信他们 比赛的时候就是放平心态 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 稳住 把每一条都跳好 过程做好就行 不要想到结果 相信自己 我们都相信他 加油 200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的王宗元 2010年入选湖北跳水队 和不少跳水运动员的启蒙阶段一样 王宗元4岁时进入襄阳体校进行体操学习 后来被教练发现才转学跳水 王宗元的启蒙教练张永刚告诉记者 小时候的王宗元便特别专注 很听话 很专注 别的小孩玩他在捉摸 我们是以体操的标准把他招进来 体操的我们有20几个指标 这是国家规定的 一测一测总会打分 他的分当时排第一 随着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的结束 跳水双人项目比赛已全部结束 接下来单人项目比赛将陆续开展 王宗元还将参加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 力争实现双人项目和单人项目双金牌的目标 恭喜你辛苦了 以后继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